中文字幕志愿者 泡开之后 搭配香酥的素酥 与清甜的生菜 做成营养又美味的创意蛋糕 接着再用巧思 将香鸡饭取代面包 特制成为 迪卡高鲜的三明治 洋溢出满满的幸福口感 静思料理高手 谢刘父谢妈妈的私房创意 香鸡饭蛋糕 与三明治即将上桌 下段鲜吃饭 来欢迎我们大家最喜爱的 谢妈妈 谢妈妈您好 爱吃 您好 大家好 谢刘父 智利推广新宿时宜十多年 足迹遍布美国与东南亚等国家 他用心推动新时代饮食观 让时宜的心灵与味觉一起生化 再来欢迎我们的健康管理师 王秀美师姐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王秀美才任台北大学护理讲师 现任慈激仁医会健康以及营养咨询 这两位一起来教我们把这个 健身食材食品拿来延伸做料理 谢妈妈就要用这个香鸡饭 世界有名 对 香鸡饭来做料理 今天用香鸡饭来做蛋糕 口感也不一样 而且你不用煮 你就是用香鸡饭来泡 再来做一个三明治 三明治 对 这个就太特别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是 香鸡饭蛋糕以及三明治 材料有香鸡饭五包 紫糕粒一片 绿莴苔两片 烟黄萝卜半条 石出香松两大匙 海苔香松两大匙 白奶汁两大匙 海苔粉两大匙 柠檬一颗 木树芽适量 紫高丽菜芽适量 我们就要做香鸡饭 对不对 现在这个 真的世界有名的香鸡饭 可是有分 我出外景的时候 我会用这种是糙米饭 糙米饭 对不对 然后有一种是白饭 对不对 白饭 白饭是像它这个上面会写糙米 这两个字 是 就是糙米 它如果没有写的话就是白饭 所以说今天这个蛋糕跟三明治是用 我们用白饭 用白饭来泡 但泡法都一样 泡法 看你是冷水热水 然后我们一般这里面都有说明 比方说一包 你是用120cc的水 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蛋糕 或者是说要做寿司 我们水要少一点 比方说1比1的水的话 我们是1比0.9 比饭少 少个10%的水 它的饭会比较干瘦 它比较不会那么的软 就可以比较一粒一粒 你看这样我们感觉 像整个饭 这个就是泡的技术 对 然后我们现在买来的时候 里面就是有调味料 像有调味包 每一种都用调味包 我们只要用这个 用饭就好了 调味包来做什么呢 来泡开水 它就是汤了 就变成有饭有汤 对 是 好 今天我们只要泡白饭就好了 那个调味料我们等一下可以做汤 OK 我们这个材料里面有一个比较 要必须要处理的 比方说这个紫色高丽菜 硬方法 那它这个梗很粗 我们要把它梗拿掉 梗拿掉我们就把它切丝 切丝你还要卷呢 切丝用卷的话它会比较 好切 对 而且比较完整它的丝 我们这样一片片的切 它就丝就不像丝对不对 对 这样子就很丝 而且是比较快 这也有过 平常不知道 就是把它就是这样整片 这样叠在一起这样切 就切的是大小不平均 然后它中间那个梗很 比较粗 我们就可以拿下来煮什么 煮龙汤 这样切起来多漂亮 就是一些丝嘛 就很平均很漂亮 对 对 窝剂也是 这个是生菜沙拉要用的 对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把中间 这个比较硬的 就把它除掉 这是嫩叶呢 卷起来 还是把它卷起来 切丝 切丝 对 好 所以说我们再趁这个机会 就要请教我们的秀美师姐 对 那像这个紫色的这个高丽菜 跟这个绿色的窝剂 这个我们都会拿来当生菜沙拉吃 是 那它们的好处不一样 颜色不同 对 当然是深色的会比浅色的好 含比较多的胚胎胡溶素 还有维他命A 那像蜗菊根 底下那根 里面含蜗菊油 蜗菊油什么好处 对我们女性来说是 雌气素的前驱物 那个镜也被把它丢弃了 那一个 对 蜗菊不是有一个 对… 我们是栽那个叶子 可是那个菊 它本身也有蜗菊油 只有那里才有 含的量会比较高 对 那个蜗菊油的成分 煮过以后还有吗 对 像刚刚我们西芙汤 那个比较粗的镜 我们可以去熬高汤 高汤的话 它蜗菊油还存在 它都含在里面 然后那个比较细润的 去掉粗糙的皮之后 我们可以两半 都可以加以不同的变化 所以像您刚刚在讲说 这个比较粗的地方 对 也可以去熬那个西芙汤 西芙汤 好 这个蜗菊油 雌气素的前驱物 对 它这个也可以生吃 生吃跟煮熟那个 蜗菊油都在 对 太好了 除了这样之外呢 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那个黄萝卜 它是腌制的 那这个是美乃滋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素松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做 这个蛋糕边做就要来 边跟我们姐说了 像说这个是烤蛋糕的模型 如果我没有模型 我就是用那个饼干盒 喜饼盒 它圆的 刚刚好 纸,用纸做的也可以 纸里面你用铺一个保鲜膜 把它的拧角弄出来 一样都可以做 好 都可以用来当模型 对,可以当模型 如果… 如果你连那个都没有 怎么办 捏一捏好了 好吧 但是就不像蛋糕了 是 其实应该还是找不到 应该可以了,但是… 你看到我准备了一个 柠檬水 柠檬水 因为我等一下 我就是用我的手去捏饭 去弄什么 然后这柠檬水,你看 这样搓一搓 在我的手上 它也是可以消毒 它是香气 让手保持湿湿的 又有那个叉筋,然后又有香味 是,那我们的模型 就是一定要湿湿的 不要 我就把它的那个… 如果你纯粹用柠檬汁 它太酸了 对… 那如果你稍微泡一下水的这个 就用那个… 有一点点水 有一点这个 一点点柠檬汁 对,对 这样它有柠檬汁的效果 它基本上柠檬是碱性的 是 那我们白米饭是酸性的 所以有个柠檬这样来制补 它也可以有互补的效果 让它平衡一下 白米饭是酸性的 对,白米饭是酸性 薯荟是五谷饭 所以我们常常要鼓励 要吃五谷饭 像如果说这个糙米就… 糙米就很好 它就不是很… 酸度就不是很高 所以吃白米饭 一般的白米饭都算偏酸性的 所以日本人喜欢加黑芝麻 黑芝麻就是碱性的 涵盖很多 它综合了白米饭的酸性 原来是这样 好像我们看到 县妈妈已经把那个饭 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 铺上去要铺多厚呢 大概一公分左右 一公分 也不要太厚 不平 对 请问一下秀美老师 我们以前常常常的诀明就是 燙燙的白饭 比那个凉凉的饭更好 对 凉凉的饭比干燥的饭更好 是 结果就是反而是颠倒 对 我们的香菁饭是 基本上把这个煮熟了之后 特殊的激素给它脱水 所以基本上营养素是不会流失的 永远的营养素就是饭的营养素 对 这个米饭里面的基本营养素 因为它只是脱水 但是它是因为我们没有加防腐剂 就是在有效期限内把它使用 所以就是你不要买来存 赶快更换 常常吃的把它更换 我们是有机 我们又没有加防腐剂 所以买的时候注意它的起限 不要放太久 对 为什么冷饭冷面会比较好 因为饭的温度里面的降低之后呢 我们再吃进来那个口感不一样 最重要它不会增加我们的脂肪 因为米饭它也是会转化成为脂肪 对 所以它你吃得比较不容易胖 但是热饭的效果就刚好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 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让大家了解 原来我们以前的传统的想法 其实是有一点点需要研究的 是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现萌萌萌就铺上了第二层 中间有藏了一个小秘密 就是腌的黄色的黄萝卜 是需要它那个漂亮的颜色 对 它漂亮它的那个味道 还有它的那个味道 比较和 这个有点像军寿司啊 对 就是米饭跟那个 跟黄萝卜 它本来就是一个结配 吃饭有没有 吃饭配一个芥末皮 就是白饭配 一片一块黄萝卜 开胃嘛 很舒服 对 所以说你就是一直保持你的饭齿 也是会沾一下柠檬水 手上都会有一些柠檬水 都是湿湿的 不然它会黏住 也要保持湿湿的 然后其实这个是好漂亮哦 对 它市面上有很多种啦 我以前去發現它這個是山藥跟地瓜 好漂亮 對 好像花園一樣 對 這個再… 因為它是紫色 我們都是要給它一點菜 所以這個時候不用再加飯了 要再加一層 我們有三層 總共是三層 對 這一層是搭配紫色高麗菜 紫高麗菜沒有人拿來煮熟吃吧 對 高麗菜本身也是可以生吃 只是紫色它含的營養素又比較豐富一些 基本上它鐵這些維他命也都比較多 比較多 對 所以我們高麗菜生吃也可以 朝來吃也可以 是 再來加上一層 其實再一層 所以我們是在看鮮媽媽變魔術 對 你們看我變魔術 這個真的會很特別 詢問鮮媽媽這樣一個蛋糕 你通常用到的是幾包米才夠 要用六包 就是這麼大小的 今天我今天做的比較小 五包應該可以 五包 五包先泡起來 是 泡起來等它用熱水泡也可以 熱水是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冷水是四十分鐘 冷水四十分鐘 然後泡好了 就把這些菜都切好 就可以開始來做 就可以做了 對 冷卓度比較開胃 對啊 我們現在減碳 上人不是一直呼籲嗎 說一個禮拜給廚房休息一天 然後我每次上課 就跟大家同學分享說 可不可以啊 你可不可以 一個禮拜給廚房休息一天 不要開火 我們就可以吃這些東西 是 他們都說可以 其實就是到這個方式 我們這樣做 然後現在也 終於可以改變一下觀念 然後它是有營養的 那再搭上這些就更好 更完整 最上面一層是一種 現在要做那個 藝術蛋糕了 對,這是裝飾的 我們上面就給它 弄一點美乃滋 好日式 有沒有很像在塗那個白色奶油 像鮮奶油,對嗎 對 蛋糕的最上層 抹一些鮮奶油 我們現在在抹這個鮮 蛋糕是甜的,這是鹹的 是 然後這更適合我們東方人的口感 其實它…你看看成本多少 這個健康 對 然後再來… 苔苔粉呢 就是因為它綠色的 所以上頭就是給它… 灑上海苔粉 這是海苔跟芝麻 芝麻香鬆 這是香鬆 其實如果沒有這些香鬆 自己可以,你喜歡的 也是可以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給它一些味道 因為那個換我們沒有調味 最後呢,鋪上這個 這好像是中華 這是盆景 做飯也是一種藝術 這個是… 把這個模型拿起來 把它壓一下 大家看到沒有 已經有一層一層的顏色了 這好像在吃那個什麼 英國式的下午茶 好漂亮 光是這個還沒有切開來 就看到外面這個黃色、紫色、綠色 有沒有 就已經感覺到說好驚豔 其實這個刀非常重要 如果說刀沒有弄乾淨 對 它切口會不好看 是 怎麼樣弄乾淨 就是每切一次都要洗一次 用檸檬皮來洗 所以不要偷懶 不要說切… 這個很重要 切一刀就要清一次 因為飯會黏 對 現在了解 那個飯它要壓緊 但是又不要壓得太硬 對 你看它這個刀都會黏住飯 有黏到飯了 對 飯得有那個黏性 又要 所以這個是要 每一次都要很細心 它不過是香雞飯 它不是像我這樣子 用水沖來就這樣吃一吃 它可以變成這樣 放在一個這麼漂亮的盤子這樣 蓋子… 蓋子蓋起來 然後呢 就這樣 好 那我們這個先讓它在旁邊等了 然後今天下來就是三明治 對不對 三明治 三明治又換玩具了 換了玩具了 這是什麼玩具啊 其實也是日式在做壽司的 只是你切的方法 就把它變成三明治 所謂三明治 我們就是把它造型像三明治 也是要保持濕濕的 邊邊都要抹濕 對 都是要抹濕 結果這個三明治 還是用香雞飯做的 對 一樣的 米飯三明治 我們就香雞飯三明治 香雞飯三明治 一樣 我們還是三層 好 就是有一點像剛才那個蛋糕的意思 對 可是你就是形狀跟內容物 稍微把它改一下 還是有一點變化 其實我們就比較用根莖 比較小一點 比方說這兩個 芽菜 對 所以芽菜今天選的是木樹芽 還有這個是 高麗芽 這也是植高麗的芽 對 那麼芽菜很多人都是把它拿來 直接就生吃 沙拉什麼上面都有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就不懂 就不敢吃 那但是芽菜是有很好的好處 對 像木樹芽是豆類的種子植物 會發芽 那我們說發芽的種子植物 為什麼特別容易吸收 它本身種子 它裡面的蛋白質 變成胺基酸 小分子 它的那個澱粉變成我們的糖類 還有我們的脂肪變成我們的胺基酸 所以我們吃這些芽菜類 到身體 我們減輕我們身體的負荷 平常我們要吃50克的這些植物 我們大概吃15克就夠了 你是說50克的 一般的食物的話 50克你才可以吸收到 這樣的營養素 可是直接吃芽菜的話 15克就夠了 這麼好 對 身體很容易吸收 就是譬如說 像同樣的這個營養成分 像譬如說我要吃菇類 或者是一盤炒高麗菜 我必須要很大一盤 但是我如果是把它轉成用芽菜 我只要一點點 對… 像我們說那個糙米飯 剛剛你有提到 如果加上那個黃豆煮的糙米飯 更有復古的效果 可是那個黃豆 一般人會吃的會脹氣 對… 但是黃豆讓它泡點水 然後蓋上紗布 放在陰暗的地方發芽 吹芽 黃豆吹芽之後再來煮飯 它蛋就沒有了 你就不會脹氣 對 黃豆含的這些里安酸 還有這些五穀飯少的 這些胺基酸 它有互補的效果 所以我們鼓勵說 這黃豆炒米飯是很一樣的 但是呢 是吹了一芽的 吹芽的 對 所以現在有什麼吹芽豆漿之類的 那這就是芽菜的 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對不對 現在我們這個 千芒芒靈馬來的時候 它這個底下你看 已經糾纏在一起 這都是它的… 它的根 然後你就把它剪掉 切掉上面的部分 這個味道很好吃 它略帶一點點… 它有一點點小辣 小小辣味 小小的辣味 我好喜歡吃這個 剛剛這個第一層 已經加了梅乃滋 然後加一點點素鬆 對 還是一樣有這樣的調味 一樣的 只是我們加這個芽菜 它口味又不一樣 這一個三明治是用芽菜當主角的 我們是建議給小朋友帶便當 他們很多小孩子不愛吃芽菜 就是因為那個口感 對不對 這樣不會 這樣子媽媽再來變魔術了 那為了說 我們讓小朋友 它的口味就是不會重一點 我們就兩層的美乃滋 對 對 各位媽媽試試看 我們就不要說裡面有什麼 用芽菜這樣做起來 然後給小朋友吃 美乃滋就可以把它的味道壓掉了 就壓得過了 真的 像我們都多是貨 芽菜多好吃 好 我們現在就是加 木樹芽 木樹芽 其實芽菜大部分都是吃木樹芽 是 木樹芽是哪一種種子 也是一種豆類發芽的 也是嘛 對不對 它那個籽很小對不對 好 好 這個再來 剛剛好 你看這個分量 都算得剛剛好 所以它這個就跟蛋糕不一樣 不需要在表面做裝飾了嗎 不用了 它有一個這樣 這樣輕輕的壓一下 是 排空氣 這樣 四四方方 哇 好可愛喔 哇 切的四角形來 也可以切這種 三角形比較像三明治 對 一定很好吃 這個 就像三角玉飯糰一樣 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更豐富了 更有創意囉 好 好 所以每一個過程的手續 真的是不可以偷懶的 不可以偷懶嗎 真的 我沒有偷懶 不可以偷懶真的 好 還可以站著 三明治 所以你看這個香雞飯 竟然可以變成蛋糕 可以變成三明治 好 那我們就來吃吧 香雞飯蛋糕以及三明治 做法式香雞飯 加550cc的開水泡開 紫膏粒 綠窩具 去梗之後切絲來備用 取一個圓形的蛋糕模型 內圍塗上檸檬汁 再填入一公分高度的香雞飯之後 放上黃蘿蔔絲 接著填入第二層的香雞飯壓平之後 放入食蔬香松和紫膏粒 最後再填一層香雞飯 塗上美乃滋 再撒上海苔粉以及海苔香松之後 鋪入蝸具絲 就成為香雞飯蛋糕 取一個方形的模型 內圍塗上檸檬汁之後 填入一層的香雞飯 再塗上美乃滋 並且鋪入紫高麗菜芽 接著再填入第二層的香雞飯 塗上美乃滋 撒上海苔香松 並且鋪上木素芽之後 再填入第三層的香雞飯 壓平之後切成三角形 就成為香雞飯三明治 這個香雞飯可就是 讓我們有不同的感受 經過我們謝媽媽的創意之後 說好吃的不行耶 自己都覺得 自己都覺得好 好吃 每一層它都有不同的口感跟層次 對不對 所以說香雞飯 它就不是只有這樣泡來吃 它可以發揮很多很多的創意 相信了嗎 就把它變成西式化了 對不對 它變成蛋糕 事實上說我們三明治 你這樣做也是可以當禮物的 對啊 伴手禮 伴手禮 現在就是不用說 一定要去買到 訂到什麼樣的蛋糕 什麼樣的三明治 對啊 而且自己還可以發揮巧思 然後放裡面不同的配料 還有謝媽媽剛剛那個 這個紫高麗芽菜 它怎麼不會擺在床子上 會開花被縮體 這是有一個要領 我們排盤的時候 那記得說底下 會給它放一點美乃滋 美乃滋 好 下面淋上這個美乃滋 它黏住了 所以你那個型 它就是固定在那裡 就排盤了 而且吃的時候還可以沾到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也希望 我們全國的觀眾朋友 你自己試試看 用香雞飯 看怎麼樣發揮料理 當然不一定做蛋糕 不一定做三明治 也不一定做壽司 還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讓你去做這個創意料理 然後你把它文字寫清楚 還有把它的成品 拍上照片寄給我們 那麼我們可以透過 在節目裡面 跟全球的觀眾朋友們分享 而且你還可以得到 神秘小禮物喔 謝謝 今天謝謝 謝謝媽媽來示範 謝謝秀美老師 謝謝 Care 謝謝